请听第三种声音NGO观点 大家晚安 我是纪慧荣 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之下 可能大家都感受不到光辉的十月 而政府也在这个十月陆续 推出几项社福方案 包括国民年金 也包括竞贫方案的补助 可是在这个竞贫方案的补助当中 却有很多李林长抱怨 他们说有很多人不应该补助 却补助了 比如说开Benz的老板 比如说这个月收入 数十万的这个小摊贩的老板 甚至还有退休的老师 都可以领这样的一个钱 所以到底是为什么 本来是一个很温暖 拥抱民众的一个方案 却招致来抱怨 人民感受不到幸福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 现在我们就先看一段 有关我们的采访 10月1号 照顾竞贫工作所得补助方案 上路的第一天 一个打零工平常帮人贴瓷砖的廖先生 跑到了里长办公室 要申请补助 已经半年了 廖先生接不到半届工程 现在忽然接到这个补助通知 当然是件好事 受到全球性通膨的冲击 收入不稳定的家庭雪上加霜 这个及时雨来的正是时候 李茂雄李掌博的李里面 有4500人 89个被选为补助的对象 但是过程当中却感觉到疏漏连连 连李掌博都是到了9月底 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到现在也搞不清楚 谁该 谁不该被补助 很多人抱着很不公平的 咦 为什么他有我怎么会没有 现在政府在打赫 我都说打赫电脑警的 电脑警是在打赫 不是在打赫人的 人家正在疼苦 刺痛的人 你不知道要让他喝水 像单亲的张先生 抚养了三个小孩 靠打零工为生 一个月两万块的薪水 怎么都不够用 却没有被列入补助名单 李掌通知他可以争取办看看 是在做这些线路的问题 做这些线路的 沟通协调跟拆卸 两万左右 扣掉你所有的一些开销 有钱啊 饮食啊 还有其他的像说 小朋友的学校的一些 要缴的费用 时间能拖就拖一下 我被通知之后才知道说 我有这个 这个 就是说跟这个专案有关系 要不然我自己不知道 这波竞平方案是依据 95年的财税资料选出 只是 如果有人申报不实 刻意逃漏税 就可能被列为补助对象 反倒是让政府的美意打折 希望这洒出的社福网 能够真正照顾到所有的 我们刚刚听到 这个里长的批判 到底什么样才能够符合说 这个 竞平方案的补助 我们先来看一个手版 他一定是要年收入在 30万元以下 那我们看一下 在22万元以下的 是单身的人呢 他是可以得到 每个月 3500的补助 那22万亿元到这个 25万元 这个单身是可以得到 3000元 那我们再看下去 其实最高的这个 就是他有亲属 可是他的收入呢 合并收起来 总共才26万1元到30万元 就是年收入的 他可以得到3000元补助 那至于6000元的补助 是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是14万以下的人 可以到6000 那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很想请教我们的方郭秀云 因为你在第一线 那是不是真的 就像媒体所说的 有很多人该补助没补助 然后不该补助的 像开Benz的人都可以拿得到 为什么 对啊 这也是我也很疑问的 甚至 我觉得这个方案很冲畜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 那是 第一 因为我们公部门 拿一些资料说 你这赛给他们达到审核 他有达到这个标准 其实有的人 他会来问 像我 是怎么30万以下就能冲 我怎么15万以下 是怎么我不能来申请呢 当作成你里长的村里长 干事的困扰对吗 对啊 我也听你也是觉得很不公平的地方 属于我也有资到 开小型工厂的 这个名租 这个名租 他就给你做 做小型工厂 他还有 穿月真的 他想贪 他不是说他不要做 他是不努力做 你不知道穿我40多月 公司基本就不账了 他做扩大就业的六孤月 如果六孤月做了 他现在来了 打人工啊 是不是去旁边烹饭啊 那也是有拿到没拿到 没拿到啊 他很平衡 他身材又不爽快 又不可以上班 所以很有趣 很有趣的 有什么贪30万以下的人 他是贪15万以下就不成功 就不成功了 是啊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 就是说他一定要工作者 而且他是要排除 那个中低收入的人 然后另外呢 非全职的工作者 就是说part time的 是没有资格拿的 所以你才来说 就是说他是 办打工的性质 他就没办法扣 虽然他收入很少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自己申请 或者是配偶 或者是所抚养的人 未满65岁之一 这样的一等亲的人呢 他的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上 是不可以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真的有人就领不到了 那这样领不到的话 怎么办啊 我很想问景丽 你是不是也有接到 这样的complaint 就是因为你在社会处工作吗 是不是有 对其实我们也接到 很多的民众说 我们其实 我们虽然不是全职工作 可是我们收入很低 那我说收入很低的 我们就有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的 好这个补助 那甚至我们现在 就是包含中央到底 我们都有一些急难救助 好有很多不同的系统 但是就像主持人讲了说 这个方案其实就是 补贴工作所得的补助方案 就是鼓励大家去做工作 但是鼓励那些呢 就工作了半天 可是呢还是达不到 一些基本的生活水准 就30万以下的 我们才给他补贴 所以我想那个性质 跟内容是不一样的 是好那真的是不一样的话 可是为什么有人 就是他该领没领到 那这里面是不是从税的方面 去找这样电脑去筛选出来 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张教授这个是不是电脑有问题 还是这个税大家不诚实报税 我认为电脑没有问题 是我们报税有问题 是我要先说明是说 事实上这个竞贫政策呢 它跟我们一般的社会救助不一样 刚才张处长已经提过了 我们是鼓励呢我们国民去就业 但是你收入不够那个水准的时候呢 那政府呢给你补助 那么其实这个方案呢 会衔接 未来会衔接到一个叫做 工作所得的 就是负所得税的方案 那负所得税方案 它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所以这个应该来讲 当做一个负所得税的 一个先导的一个计划 我先说明一下 先导的计划 第一个 第二个呢是 因为是电脑根据在95年的 所得税资料来 根据它的10%的交付 把它这个录出来 不是挑出来的 我要先说明一下 不是惊的头刀啦 是根据它的所得水准挑出来 刚才本村长说 很多一些开辩子 去公团 没提到啦 我必须强调 这是逃漏税 逃漏税 事实上来讲 它本身就是没有诚实纳税 那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的 为什么还有一些 家里有这个国小国中老师 他还是 因为我们在过去 国小国中老师不需要纳税 所以我要先说明一下 这个政策呢 一当上路 当然很多抱怨 我必须诚实很多抱怨 因为刚开始嘛 那我比较从一个角度上 既然我们是跟 社会纠织有社会纠织系统 那至于你坚持工作者 没有完全达到水准者 用社会纠织来帮忙 那将来我认识说 可以把社会 坚持工作者 就是打零工这些呢 把它纳到这个 禁准这个方案里面 所以也希望把打零工的纳进来 我认为这合理 合理 这是第一个补充 第二个补充 我认为未来真的要把那个 副首的税的话 纳进这个 正式制度的话 就会比较完整 就必须要我们的整个 整体的纳税制度 要非常健全 但是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内政部 他也说了 他说希望这个李林长加强把关 包括配偶职业是军人的 或者是中小 国中小教职员的 还有申请人 那个配偶是公司行号的老板的 这些都要把它删除 可是我就想问一下李林长 你能有可能去做这种把关 你的人间能有什么做 我是觉得我们政府 政府丹尉 说好听不用心 说到坏天就是 他也怕麻烦 每天都要叫基杉 叫船长你想 你一张公司去 已经给你算好了 你是一种三千 七种六千 甚至你是二种三千 你说我可以跟他说 你没有向这个主纪 你不能去办吗 大家李林长不在做坏人 什么人要去做这个 像我们的船尼监司 通常这个文書是船尼监司 要去做这个心扎 其实是 刚才有一个船尼监司就这样说了 他如果真的要评到 用心去说这个不行 但是他又 人就是这样子 三人不爱的 明明政府就叫我买给我 叫我买给我你来称啊 你船尼监司 一个监司 我只要跟他说我不行 真的这些党人财路 这真的是蛮困难的 所以内政部长的期待 这些李林长说要来把关 好像有困难 所以我想问一下香菱 所以你看到这样整个结构 这个系统是要由李林长来把关 你是不是觉得有问题 我想现在是说 如果设政单位人力不足 然后要基层的里长或村里长的干事去执行 其实在低收入户 或中低收入户的补贴部分 是这样子做没错 可是这一次这个政策 如果照詹老师说 它是类似 副所得税的前置实验的话 他又跟工作的所得这个关系 结合在一起 这个制度 我觉得会跟劳委会 可能比较相关 那各地有劳保局 然后也有一些 就是劳保系统下面的一些 比如说职业工会 或者是一般的工会 那公司行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要扣住 它是一个工作补贴 那过去在有关工作部分 比如说失业者提早就业 也有发放所谓的 提早就业奖助津贴 或者是说各种的使用 让他真的想得到一个工作 然后也因为政府的一部分补贴 而能够稳定就业 这个政策 我觉得两套系统 不应该只放回到 原来的设政的基层 甚至放到李林长 对 我觉得这个部分 真的是让他们困扰 很大 那特别李林的这个关系 这么绵密 那这个时候 李长或村长的这个困扰 我认为是高层 并没有事先想到 最低的生活费 这个其实每一年都在提高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我们看到 在民国86年的时候 全国大概平均大概是6000块吧 一个人 那我们再看台北市 当时就要6720块 那高雄市呢是6000块 那金门连江呢更便宜了 就是4700块就够了 可是到现在96年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涨很多 全国平均在要到9509块 那大概涨了50% 然后我们再看台北市更高了 高到实在是两倍以上 到14000多才够一个人在台北市的生活 那我们看高雄大概1万块左右 所以同样的薪水拿到高雄 还是比较好用的 从说在全国这样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生活里面 其实一直在调账的时候呢 到底我们的百姓们 他们的生活 尤其是在竞贫阶段的这样的人 他们应该怎么办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用竞贫的补助 虽然有引起很多的抱怨 但是它不愧是其中的一个方案 只是说我们要讨论的说 它是不是应该要增加我们的薪资所得 而非用补助 所以这个是不是应该可以讨论的 我很想问湘玲 你们是不是也主张说 薪资所得应该增加 刚刚詹老师讲得很好 第一个就是说 竞贫的补贴对象要放宽 我觉得这个政策应该要立即去检讨 同时去做一些补强 第二个提到加薪 他当然讲说加薪可能 企业老板会有一些反弹 可是不要忘了 他整个循环里面 如果你没有钱去做消费的话 那这个经济要再拉抬起来的可能性是更低 那现在就是说 如果在比较紧非常状态 比如说通膨那么严重 然后又是薪水的负成长 这时候如果政府不再用这一套下去的话 我觉得它整个是雪上加霜 那所以说 我觉得跟依赖人口的这个问题 应该要先稍微脱钩 就是现在或者是到明年 或预估到2012年 都是比较差的状况的话 那这一块是政府必须要用尽全力去把这些净品族的生存条件补高 那我觉得说除了政府之外 企业老板也许在他过去的利润里面要有一些回馈的想法 那特别是在基本工资这一块 那是最影响到基本工资大概是100多万人口 那这些人里面可能有一半是属于所谓净品者的话 那我觉得他同时涨上去到一个程度之后 其实政府这一块补贴就可以降 那不能说只有靠政府 然后企业这边都不付出一点社会责任 那我觉得这个对以后要再进入职场的人会更没有动力 那他可能就真成为依赖人口 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恶性循环 其实回忆一下湘琳 其实英国在197几年的时候 有一个方案叫Spin Homeland Act 那这个就是一个净品的一个补助方案 最后也是失败 为什么失败 因为他们发现说这样子并没有办法去提升大家的所得 那只是让这个补助越来越多 然后成为依赖人口 所以谈到这里 这个张教授 我想你一定很清楚这个方案是失败的 所以在这里面你刚有特别提到说 我们要跟这个副所得连上来 然后要跟加薪连上来 可是我在想到的是说企业界是不是愿意 因为我们的企业界现在也一直逼迫我们的政府要减税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成本增加 我认为减税跟我们社会福利经费的扩张 刚好是矛盾的 是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将来我认为在提升工作薪资的保障者 这一块来说应该政府跟企业主共同护及责任 刚才像您讲的是把责任由企业主来承担更多一点 那我相信现在企业主会反弹会大 那所以与其这样我们现在的建民是完全政府责任了 所以我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政府跟民间呢 跟企业主应该怎么来做伙伴关系好 反正旧的也是我们劳工嘛 旧的也是我们的国民嘛 所以我很简单说应该企业主跟政府呢好好来同在省事这个这样的政策 是所以警令你会觉得说在这个社会福利系统好像看起来都是比较慈善补破网的工作 对 有没有更积极的方式可以做 你有没有建议 对我想顺着刚才詹老师跟向林所讲的 像是最近社会处我们就在积极跟企业做结合 就说他们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加油站啊 我说是不是可以优先用我们弱势的弱势家庭的孩子 或中低收入户的孩子 先优先给他们一些机会 让他们能够进到这个工作职场先练习打工 那我们在我们这样呼应之下 其实有些企业很有良性的企业 他们很愿意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讲说 其实社会福利系统就是要扮演这样一个平台 否则不断的发放这个福利津贴 将来说实来也是动越来越大 所以怎么样做好平台角色 让大家一起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政府该担心的也是 包括越发的时候呢 我们的举债就越高赤字越高 这也是让大家很担心的 不过今天我们很感谢所有的来宾 他们做了非常好的建议